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揭秘人际关系秘籍 认清博亲者,避免职场的陷阱 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结识新人 但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些技巧 尤其是在处理职场、爱情等方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一些认识人的技巧 而这些技巧并非是古代的玄学 而是基于人性和心理学的经验的总结 判断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它有助于我们规避风险 弥补缺点,从而保护自己 当人们进入社会后 与其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是在公众场所中、爱情中 还是在其他的领域 善于识人的眼光都是一种难得的技能 对于那些薄亲寡义子 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因为他们通常具有一些特征 在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 最好是能及时的避免 以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 冷漠薄琴的人往往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 对他人的利益莫不关心 这种人生的态度缺乏人情味 尽管追求个人的利益是正常的 但也应该学会如何更好地与他人相复 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在人际关系中冷漠的态度只会导致与他人的疏远 而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其求人无门 因此我们在为人处事上 应该保持一定的热情 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样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才能够得到支持 薄亲管义的人 往往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背叛他人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对于友谊和义气看似漠不关心 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 他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敌对的态度 这种行为有点类似于预言故事中的龙虎与蛇 即使你曾经救过他们 一旦他们认为吃掉你对他们有利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你背叛 在人际关系中 嫉妒心是一种常见的负面的情感 嫉妒心强的人 常常不愿看到他人的成功 而是倾向于心理抱怨和嫉妒 这种心态使人们变得薄情 他们可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受到满足 甚至会落井下石 在职场中 这种嫉妒心往往表现为 对同事的恶意竞争 和背后的损害对方的行为 在人际交往中 有些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热情洋溢 但实际上是善于伪装的 他们可能在你有酒有肉的时候 围绕着你身边 但一旦你遇到困境 他们可能会立刻离开 对你的困境毫不关心 这种表面上的热情 往往是注意对个人利益的考虑 而非真正的友情 生而为人 我们都应该懂得 在人际关系中感应万物 在选择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时候 我们需要辨别对方的真实的意图 避免与伯情之人身交 对于那些只关心个人利益 对于他人漠不关心的人 我们要学会远离 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总的来说 认识人需要一种巧技和经验 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学会识别伯情寡义的人 避免与其身交 与真心对待你的人 建立良好的关系 让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希望这些认识人的巧技 能够在你的人生旅途中 起到一定的指导的作用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